大家好,我是雷门 知名菜型网红日前在日本旅游时 上传了一支日本五家超难吃的连锁店的影片 内容引发争议 此争议影片甚至上了日本电视节目 引来了大量日本网友讨论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这些留言 让我们一起看吧 每个人的口味都不一样 所以说个人的感想是自由的 发表难吃这个感想虽然没有礼貌 但还在言论自由的范围 中文还是台语我也不知道 认为日本人听不懂 就大声批判 看到这个样子真不愉快 都是人气店不是吗 果然日本人跟外国人的舌头非常不一样 大部分的外国人都是说好吃的 这些人只是瞄准的言上商法吧 不是难吃 只是不合胃口 大家一起用这样的思考方式吧 骗人的吧 有比肯德基更好吃的炸鸡店吗 有的话请介绍给我 KFC是美国旗呀 台湾的肯德基那么好吃吗 这些人连台湾人都讨厌 笑死 其实一样的内容 日本的电视节目也很常做 台湾人不用太在意 为啥台湾人会这么生气呢 日本的YouTuber上传一部台湾的超难吃连锁店的影片的话 也会被批判吧 就好像在日本批判美国的话 某些自称爱国的保守主义 日本人也会生气是一样的道理 日本人当中也有无法接受九州的甜酱油 或是东北的咸味的人 成为台湾的Top新闻了呢 笑死 真嫌 最近常有外国人所做的负名影片 应该是瞄准的沿上商法吧 但是很明显的程度很低 小学生两年级吗 有得到店家的摄影许可吗 如果是个人的影片还可以 但要公开到YouTube的话 应该要慎选用词 一般人也能够简单地做出影片的害处 我推测不管是哪个国家都是共通的 暂时还会在台湾 对于会说日语的人很多感到惊讶 广告常常有虽然不是日本商品 但强调使用日本技术在台湾制造 感觉台湾对于日本的态度跟敬意很好 但任何国家都一样 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 把让别人辛苦 把我们做的料理用难吃来表现的人 我感到很不适应 味道是很主观的东西 所以只要不要用 让店家的印象会变差的说法 说自己的真心话 觉得就还好 贬低别人觉得很好吃的东西会被怎么想 如果他连这个都不会想的话 我想不管他怎么拍道歉的影片 之后也无法做出感动人心的东西 因为工作去过台湾很多次 基本上都是外食或是路边摊卖袋 有很好吃的东西的话 也有不合胃口的东西 明明这种探索正是一国旅行的乐趣 一面倒地说难吃 可能会剥夺了新来的人的乐趣 影片本身是很不好的 以上的留言只有一小部分 大部分的日本网友对于菜性网红所做的事情 都表示遗憾 觉得不该有这样的事情 但大多还是理性评论 说交成分居多 当然也有部分的人觉得被伤害了 就想来互相伤害 互相伤害的留言 多半是看了就会不舒服的 知道有就好了 我上面并没有采用 虽然没有统计 但体感上来说 日本的仇恨留言还是相对少数的 我想大部分的日本网友根本就不认识他 对于一个一看就是瞄准沿上商法的YouTuber 比起对他抱有敌意 大家更觉得可怜跟同情 对于菜性网红 我认为以他的订阅数 应该不需要再使用所谓技巧来赚取流量 只要做出真的有趣 大家喜欢的影片 自然就会有人看 如果是为了庞大利益 铤而走险就算了 YouTube的广告收益 就算有100万的观看 也不过就一两千美金 对于一般人来说 几千美金可能就足够吸引人 但对于一个频道总观看次数 已经突破7亿的YouTuber来说 为了这点小钱就要拼命 我也是觉得有点同情 人要是欲望不断膨胀 一旦做出百万点击的影片 下一支影片若是只有10万 就会没那么快的 那终无法满足欲望的焦虑感 或许正是让他失败的主要原因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雷门是一个专门分享动漫新的 与声优翻译的频道 虽然今天影片完全无关 对这些主题有兴趣的朋友 欢迎订阅 我是雷门 我们下次再见 《请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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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